已經既然第16次的這段時間 英國映月和連環的晚餐 將會在10月24日 電區總共是六點月映月表演 為特別的國民眾 可以非常貴氣政策的映月中間 這段時間又跟鳳關主 是特別跟台灣映月月明正報社團來合作 共同地向山的UK中心 既然一個映月月明連電 其中電視歷來的這段時間映月的政三作品 李正在是很大的記態 才提供給民眾一個不一樣的公式 來欣賞美麗映月的好機會 由一段時間又跟鳳關主 跟台灣花火燃營前報社團 合作基盤的一段時間 花火燃營營 已經在向山UK中心開始電視 主辦單位表示 期中包括年來十幾百 上東京營的映月作品 展示一段時間平常是看不到的美景 我們特別從歷年包火節的攝影作品裡面 還有非常精選的作品來做展出 目前我們在日升月痕一朗 總共展出了有18幅的作品 因為日月潭的煙火其實非常難拍 因為日月潭晚上非常容易起霧 所以每一幅都是非常難得的精選家做 映月拍成賞品 老下研究紀念 美麗映月經常就能研究保存 但拍映月其實是協商當中 最有困難的中間一日 必須看好時間、方向 甚至起後頂頂完成 加上運氣好 才能拍到一張好的作品 但可能也是因為最多高難度 讓一些家裡的愛好吃 是緊加嘉義來挑戰 像這張照片的話 其實現場已經有點欺負了 那整個畫面的話 還可以把原色煙火的線條都留住 而且是需要用煙火拍攝的技巧 就是要把彈圈縮小 然後換音要放慢 然後來拍攝 那要把地景的那個潮舞拍 那個人潮都拍攝下來 其實還蠻相當不容易的這樣 所以可以拍到這張作品 還蠻喜歡的 會喜歡花火的線條是因為 第一個是發火的線條是 熏爛一瞬間 然後在一瞬間會看到 很漂亮的色彩 甚至是我求婚的儀式 也是在煙火底下完成 所以花火對我來講 它不僅是很漂亮的景象 那對我來說更是一個陽光的景點 這塊炭花火的電影 終於現在開始一直電出到年底 作品單位也歡迎有興趣的品種 可以前來到一塊炭香山UK中心 來興奮淨泰國美消息的演繪美見 記者給我們收看 彩虹報導